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這個圖 那回答下的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問說 L跟M有沒有平行 有啦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腳相等 都是85度 同位腳相等 所以這個有 這個有 再來我們看看 那理由 理由就是同側內腳相等 我們看第二小題 誒 講錯了 有平行 同位腳相等 同位腳相等 剛剛講同側內腳 同位腳相等 同位腳相等 這是他的理由 這兩條線平行的理由 第一個空格的話是有平行的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是同位腳相等 好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問這個腳一 腳一就是這個腳 這個腳是等於65度 因為這是內錯腳 腳一是等於65度 再來我們看 腳二 這個腳二等於幾度呢 腳二是這個腳 這個腳跟這個腳是同位腳 同位腳相等 55度 好 再來我們看看 腳三 腳三等於多少 這是65嗎 這是55嗎 或者是看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話 這個三個腳加起來180 所以腳三等於180度 等於180度 減掉多少 這兩個加起來 加起來是120 5給他 60 60加60 這120 120度 所以這是60度 腳三是60度 再我們看第三小題 他說這個L2 他說這個 這裡他有寫 這是L1 L1 這是L2 L2 這是L3 這是L2 他說這個L2跟L3交幾度 交成幾度 那我們看 我把它延伸以後 加上幾度 這個85 這是55 所以這應該幾度 這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的話 這個 這幾度 就是 L2 他跟L3的交腳 交腳的話是180 減掉多少 這兩個腳相加 85加55 85加上55 85加上55 度 一個5給他 180減80 就是100 那給他就60 100減60 就40 所以是40度 所以第三小題的話 是40度